好,我們來看一下電荷在均勻電場當中的運動模式 那我們先舉這個例子 如果說今天電荷的運動速度跟電場是平行的 那我們說今天有個質量m電量正q的點電荷 從負極板向正極板這樣子飛出 用速度v飛出 問你說距離負極板的最大距離會是多少 就這樣飛上去 因為你看這個帶正嘛 那下面板子是不是負 所以正負向c它應該會越來越慢 那上面正正相似它應該會越來越慢 所以要問這個最大距離可以飛多遠 但前提是不會撞到上面板子 我們先假設 假設平板之間電場如果是1的話 首先,首先來我把電場畫出來 電場方向是不是由正指向負 OK,那電場方向就代表著這個正電荷的受力方向 那先分析一下這個正電荷 它的在這裡運動的時候所受到的一個力量的情形 我們這樣看 假設這個正q這時候正飛到這裡的話 請問它會受到什麼力量作用 如果做重力不計的話 因為重力太小 在這邊它會受到一個力量叫做電力 OK,那這個電力的大小呢 電力的大小 電力的大小 我們在前面講說電力大小是等於電荷乘上它所處環境的電場大小 OK,類似重力叫做質量乘重力廠 電力就叫做電量乘電場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不管在哪裡飛 我這個正q永遠都會一直受到這個電力作用 因為我們說均勻帶電的無限大平行板 它裡面不管你在這裡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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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場大小都是固定的 所以不管我飛到哪裡 所受的電力都是固定的 那既然所受電力都是固定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正q它所受到的合力 等於ma 既然我受到力量都固定 一直都受到qe的力量作用 就表示我在飛的過程 一直會受到一個加速度 而這個加速度的大小叫做qe 除以m 可以嗎 那既然我一直受到這個 而且方向好像下 我一直受到這個加速度作用 所以我是個等加速度運動 好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看 這是不是就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以前在運動學在學的什麼 牽直上拋 這個運動模式就會類似 類似以前所學的牽直上拋 為什麼呢 牽直上拋在講什麼 牽直上拋在講說一個質量嘛 一個物體有速度v向上飛 在飛的過程一直都會受到一個 向下的加速度叫做g作用 那它是不是越往上飛越來越慢 最後再掉回來 而且在最高點的時候特性是什麼 速度等於0 OK 那今天我只是什麼 我只是往下的這個重力場g 變成的是由電場所提供的一個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是變成什麼 在這裡嘛 我是不是先算出來了 這加速度是m分之qe 可以嗎 那既然我類似牽直上拋的話 我們就跟牽直上拋的做法 一模一樣來處理就好啦 我到底飛多高 我假設我可以飛上去的高度叫做 第一好了 叫做第一 那怎麼做 等加速度運動 我們用 墨速平方 我們用墨速度平方 等於初速度平方 加2as來做處理的話 來 墨速是這裡點嘛 最高點 墨速是0 初速多少 它是用v飛出去 那加速度呢 我們取向上為正 加速度向下代負號 加速度是負的m分之qe 那在乘上 我可以往上跑 d的位移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原來它可以往上飛 飛上去的最大距離會是 這個值 會是 2qe分之mv平方 可以嗎 那當然我們主要不是要你去背這個公式 只是要跟你講說 它在運動模式上 因為我一直都會受到固定的加速度 所以它是個等加速度運動 那就很像 就等於可以把它類似成 近地表附近的運動狀態 我石頭往上丟就牽著上拋 可以嗎 那當然如果說你想要高級一點 你也可以這樣算 老師 你會說 老師我想要用功能原理 我用做工來看 在這個飛的過程 因為電力在做工 那電力做工 是不是等於我這個物體的 動能變化量 那這裡飛到上面的過程當中 電力一直向下是qe 那我作用的距離 是不是作用了低的距離 可是電力向下 我位移向上是低 所以電力做復工 產生造成什麼 這顆子點 它的動能變化量 電力做工等於動能變化量 那磨動能 變化量是磨減出 磨動能是0 出動能是多少 2分之1mv平方 可以嗎 所以我電力做復工 拿去讓它動能產生的變化 我算出來結果是不是相同 OK 那當然用能量的方式 你可以去討論這個問題 沒有錯啦 只是在運動學的方式 還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 它就像近地表附近的一個 簡單的牽著上拋啦 坐下 而言 ask